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准备讲一下菩萨节 因为以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菩提心方面的修法 但是呢 菩萨节 还没有讲 以前的我们这个开示当中 已经有了这个别解脱节 就是菩萨的悟节 也有密宗的十四条根本节 这些都有 但是这个菩萨节还没有讲 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菩萨节 讲菩萨节非常有必要性 因为我们都在学大成佛法 我们每个人都会说 自己学的法是大成佛法 那我们要学大成佛法的话 就是要发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的话 这个不叫大成佛法 大成佛法的基础就是菩提心 那要发菩提心的话 就是要受菩萨节 没有受菩萨节的话 那就没有这个戒律的话 那就菩萨的这些修法 智慧的基础就不存在 所以就是要发这个菩提心 在汉提受节的时候 也有这个三坛大节 那个萨弥比丘还有菩萨节 都是一起守 这种修法 这种受这个 这种啊 这个受节的方式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这个是一定要具备 有些条件的前提下 才可以这样子 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话 就受了萨弥节 然后毕丘节 接着受这个菩萨节 有没有用 就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呢 就是他缺少了一些 一定要具备的条件 所以就是没有用 受这个三坛大节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受这个菩萨节的时候呢 要有这些 要有这些前提 才可以受 才可以受菩萨节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才可以获得这个菩萨节的解体 那这些前提是什么呢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有两种 也就是说 两个人就不能受菩提心 不能给他受菩萨节 两个人是那两种人的一种人 这是发个原菩提心 不相受 不相受 不相学 这些菩萨的学处 比如说 就发个原 就是为了独化一切终生 发誓成佛 就是愿意发这个心 但是呢 要成佛的话 肯定是要信菩萨道 比如说 赤节 不识 忍辱 等等都要去 心持这些六度 但是这个六度呢 不愿意 不愿意心持六度 只是愿意发个心 有这种人 那这种人的话 他可以 发菩提心 但是这种人不能给他受 这个菩萨节 因为这种人 他不愿意 不愿意受菩萨节 他也不愿意 学这个菩萨的学处 所以就不能受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根本就没有 没有发过心的 连这个 原菩提心 都没有发 根本就没有发菩提心的人 这种人 受戒的话 得不得戒 不得戒 所以这两个人的话 两种人的话 是不愿 不愿这个受菩萨节 那要受菩萨节的话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有这个愿菩提心 最低的限度 就是要有愿菩提心 已经发了 已经发过这个愿菩提心 这是最低的基础 已经发过愿菩提心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不但是发了愿菩提心 而且发心以后呢 愿意 心斥这个菩萨道 愿意不施 愿意斥戒 愿意修仁辱等等 就是愿意修斥这个六读的 这种人的话 就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受这个菩萨节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三滩大劫 在这个之前 在这个之前 这个没有受戒之前 一定要有 在这个 菩提心 这方面要有 一定的 这个了解 了解还不够 有一定的修心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才可以三滩大劫 这样子的情况下 受三滩三滩大劫的话 这个戒律就是很圆满 但是在受戒之前 受戒的之前 没有这个 去了解 大乘佛法 没有去问死 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些理论 也没有去修大乘佛法的修法 主要主要是要修这个菩提心方面的 以前我们讲过的这些 这个 慈心 悲心 等等的这些修法 没有修过这些修法的人 受了菩萨解释 不能得解 不可能得解 所以以后 我们受戒的时候 最关键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不能缺少的 一定要具备的条件就是 在这个受菩萨解之前 要有这个修菩提心 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至少要有愿菩提心 愿菩提心真正的发起来了以后 才可以去受这个菩萨解 愿菩提心还没有受 或者是 愿菩提心还没有修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受戒的话 这个受戒就是一种 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心事 比如说 我们没有处理性的前提下 受这个菩萨解释 也就是说菩萨解的话 得不得解呢 它虽然得一种解 但是这个不属于 这个菩萨解释 不是菩萨解释 那这个解不是菩萨解释 这个解是什么呢 这个解就是 跟外道的解是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差别 外道它也有很多戒律 跟这个外道的戒律和一样 但是这个上面呢 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出力性的时候 这戒律就是成为 才可以成为 这个别解脱戒 同样的 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修 菩提心 没有修菩提心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虽然是修了菩提心 但是菩提心没有 升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 受戒的话呢 得不得戒呢 不得戒 不能得戒 不能得真正的这个 菩萨解 所以菩萨解的前提就是 要有这个 心菩提心 怨菩提心 至少要有 最低也得要有 怨菩提心 这是一定要有 有了怨菩提心以后呢 我们才可以考虑 受这个菩萨解 没有怨菩提心的时候 受了菩萨解 也会有一些善根 也属于是一种善法 但是呢 这个是不是菩萨解呢 还不是菩萨解 因为菩萨的戒律 修心 一切都是要 建立在这个 菩提心的基础上 那没有这个基础的话 这个就不可能是菩萨解 所以这个 这个一定要弄清楚 那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缺少 这就是佛法的 很多方面的这些 非常关键的这些 这些知识 所以我们做出来的 我们自以为是 真法 但是实际上 都是不如法的 实际上都是不如法 都是不 不是正确的佛法 那 比如说 没有处理性的 情况下 去守 趋势解 我们以为是别解多解 实际上不是 没有愿菩提心 没有发菩提心的前提下去 守三滩大解 我们以为得了菩萨解 实际上没有得 等等等等 有很多很多不如法的地方 为什么不如法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次第 我们不懂 所以就是 很多地方都出问题 就是像一个 思见法 就是像一个思见法 做一件事情的话 这个也得要 有一个次第 有一个顺序 没有顺序的话 连我们就是做一个 很简单的思见法 也做不成 同样的佛法也就是不例外 佛法 尤其是佛法是需要 修行是需要 需要有这个次第 次第 谁知道这个次第是怎么样 这个佛才知道 佛知道 这些菩萨知道 这个修行的次第 佛和菩萨给我们 制定了一个修行的次第 那我们要修行的时候 就是要照 按照这个佛菩萨的这些 要求去修 才能够修得成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这些次第的话 那我们的修行都是 都是不能称为真法 所以这是很重要 那这个愿菩提心 它怎么样生起来呢 它就是有无中原因 主要是在经书里面讲 物中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善知识 大乘佛法的善知识 这是最关键的 没有善知识 就是说善知识 在这里讲的善知识呢 就是大乘佛法的善知识 没有大乘佛法的善知识 善知识 来引导我们的话 那我们自己 自己在根本没有听到 根本不可能听到 这个大乘佛法的这样子的幻境 在这样子的幻境里 我们自己去 主动的去发一个菩提心思 不可能的 因为没有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这些幻境 这个文化背景里面 没有这些东西了 已经缺少这些东西 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呢 所有都是以吃喝 瓦尔勒 以前我们讲的 就是以这些为中心的 就是围绕在这个周围 我们的文化都是这样的 都是以知识为中心的 所以就是缺乏这方面的 缺乏这方面的那个 那个那个教育 所以自己是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善知识 这个善知识呢 普通的善知识还不行 一定要有大乘的善知识 大乘佛法的善知识 这是非常重要 在大乘佛法的这个带动下 我们才可以发菩提心 我们才可以走上这个真正的这个 这个菩提道 没有这个大乘佛法 大乘的善知识的话 那就是光是靠自己的力量 走第一步是很难的 走第一步是 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有这个善知识 要有大乘的善知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菩萨的中心 心就是这个佛心的心 不是菩提心的心 就是佛心的心 那菩萨的中心 这个非常重要 本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佛心 如来藏 是每一个人 包括所有的这些众生 昆虫之类的这些小生命 都有佛心 但是呢 这个佛心的佛 这个佛心要变成 菩萨的中心 然后呢 然后呢 还要成熟这个佛心 是很难的 嗯 因为有前世的因缘 或者是善根的话 才能够成熟 或者是这一生当中啊 就这个遇到了大乘的善知识 这样的时候才能够成熟 否则的话这个 虽然我们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中心 菩萨的中心 但是这不会成熟的 那要成熟这个啊 什么样的叫做成熟呢 我想我们当中 菩萨有没有很难说 但是这个成熟大乘的这个 大乘佛心的人 我觉得还是比较 还是应该是有 什么样叫做 什么样的 以什么样的标志 我们去衡量 这个成熟不成熟呢 这个菩萨的中心它有两种 一个是智慧的中心 另外一个就是慈悲的中心 智悲两种中心 那智慧的中心是什么呢 入中论里面以前讲过 你们很多人可能也听过 入中论里面讲过 这是对空心有特别特别的兴趣 就是听到这个大乘佛法里面的这个空心的时候啊 不但是没有什么这个派斥呀 或者是这个不能理解呀 不但是没有这些 而且这个听到空心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激动 嗯 听到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空心啊 大中观大光明 就是听到这些空心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啊 可以这个啊 啊 含毛 肃力 眼泪 支流有这样子的标志 那这个叫做 这叫做这个对空心有非常的啊 那个 非常兴趣 非常 喜欢啊 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 这就这就是说明啊 这个智慧大乘的智慧的中心啊 成熟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个这个背心啊 慈悲的中心 成熟的标志是什么样子呢 啊 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将菩提心啊 利益众生啊 啊 这个放弃自私等等等等 那这个就是听到这些大乘佛法的这些关键的词啊 这些时候呢 啊就是跟跟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空心的时候一样 又是非常的激动啊 激动就是说高兴啊 非常的喜欢这些啊 这些词 比如说慈心悲心啊 利益众生等等等等啊 那就是听到这些词的时候呢 也就是同样的很激动啊 很喜欢也能够啊 自然而然的可以啊 眼泪支流 然后含毛苏丽有这样子标志的话 这就是说明啊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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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这个离菩提心 或者是离菩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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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金 呃 呃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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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这样子 有的话 有的话呢 这个也许一次两次 也许不算 经常就是这样子的话 这就可以说 这就可以说明 大乘的 这个中心 成数了 那大乘的中心 成数的话 这种人再去听 这个菩提心方面的 这个发 然后去修 这样子的话 很容易 很快就可以 生起这个 不造作的菩提心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种人去听空性 然后去修的话 不就就可以 可以直上 可以这个 初步的真无这个空性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听到 这个空性的时候呢 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感受 也没有什么不高兴 也没有什么高兴的 也不激动 也不怎么样 就是很扑通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没有成数 这个跟大乘的佛心 还没有 还没有 连速光的 还没有出来 那个还很早 另外一个就是 从这个 我们有听到 那个 菩提心 利益终生 等等等等 听到这些 大乘的这个 慈心 悲心的时候呢 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感受 也不排斥 也没有什么激动 很一般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 大乘 这个大乘的这个 忠心 还没有成数 还没有成数 那大乘的忠心 还没有成数的话 还根本 还没有成数的话 这忠心还成数 还没有成数的话 那这个 菩提心 神奇菩提心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这个距离就是比较大 这个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了 你们得一定要 要放心一下自己 曾经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 得想一想 如果有的话 要努力 再努力的话 就有可能很快就 真悟啊 发生那个 神奇真正的这个 慈悲心 菩提心呢 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要更加的努力 如果还没有的话 也要更加的努力 也要更加 为什么也要更加的努力呢 因为我们中心的菩提的中心 都还没有成数 这样子的话 我为什么还不需要这个努力呢 我肯定要努力 我要精进 我再不精进的话 不要说 神奇菩提心 我脸这个中心成熟 这个标志都没有 所以就是要更加的 更加的那个努力 成熟 我们觉得自己成熟了这个菩提 中心的话 也得要更加的精进 我们发现自己没有成熟这个菩提的中心的话 也要 同样的也要 这个更加的努力 这是非常重要 这些 你们很多人都是修心的时候也好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经常去 去这个问什么空心木呀 问什么预切舌呀 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是从来不问的 就是像我们的上师 有些时候我们也不问 但是他有些时候 有必要告诉我们的话 那就是上师告诉我们的 这个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必要性 除了这个因为呢 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知道 不该做什么 我们也知道 该做的都能够做得到吗 做不到 不该做的都能够放得下吗 放不下 但是呢 该做的不该做的 我知道 我这个没有必要去问谁 释迦摩尼佛就是说的清清楚楚的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空心木 任何一个瑜伽 不可能超越 释迦摩尼佛的智慧 所以我们从来是不去问的 我知道我要走那一条路 只是在这个路上面 走得好不好 是我的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这个问不问都是 这个我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这个问题不在于 我知道这个 问题不在于 问题不在于我要了解不了解这个问题 不在于我知道不知道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问题在于哪里呢 问题在于就是我能不能做得到 就是在这里 所以你们也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面你们也没有必要去问谁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不问别人的话 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有没有什么修这个大乘佛法的机会呢 这个很简单 刚才说了 如果有这个中心成熟的标志的话 这就是已经这个离菩提心的 已经这个离菩提心 圣医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 这两种菩提心都已经是很离得很近很近 那这两种都没有发现 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过 我听到这个空心的时候很激动 很喜欢 也没有这个发现过 我听到这个这个 是心背心的时候很激动 都没有的话 那这个问了空心 问了瑜伽 说你明天成佛的话 也没有用的 这个自己很清楚的 所以 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 就任何一个在修行上的 其他的我们不说 任何一个在修行上的问题 我们用佛经来阴征 用佛的这个智慧 用佛的教导来应征 以佛的智慧来判断 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佛法 那么多的这个大藏经里面 有那么多的经和论 那个是干什么的呢 那个就是我们的直如明等 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我们的路 走错了没有 这是最关键的 不是去问别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们要去问问自己 你们有没有到现在 听了那么多的这个大乘佛法 无论是这个空心方面的 或者是这个慈悲方面 听了那么多 但是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这些标志 没有的话呢 那就是一定要 要更加的努力 听了那么多法 听了那么多法 连这个大乘的 这个 中心的成熟标志都没有的话 那就是其他的都 看不上 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这是第二个 这个 这个神奇 不造作菩提心的因 第二个就是这个 第三个呢 就是山根 第三个是山根 要积累资粮 这个非常重要 积累资粮的话 这是我们靠资粮 这个山根 或者是也可以说是资粮 这个资粮的力量 让我们神奇这个菩提心 这是很有可能的 那这个资粮呢 一个是我们牵涉的资粮 在牵涉我们所秀的资粮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我们在今生 今生所秀的这个资粮 什么叫做资粮呢 任何一个在大乘 大乘佛法的这个动机 或者是发心的基础上 做出来的山石都叫做积累 无论是这个问世修方面的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山石方面也好 任何一个山石都叫做 都叫做这个资粮 那要考这个资粮 资粮生起这个菩提心 这是第三 第四就是要光听大乘佛法 光问大乘佛法 这个非常重要 就你们现在也在听 这个如菩萨心论 另外有些人呢 也在听这个光论 菩提道次第光论 菩提道这两个这个论点 菩提道次第光论和这个 如心论这两个都是大乘佛法的 非常好的非常关键的论点 这个如心论里面呢 就是从头到尾一直都讲的 强调的是菩提心 这是非常好的 另外这个光论里面呢 它虽然不是从头到尾 所有都是讲菩提心 但是呢 它的相当一部分都是讲 这个菩提心的 这两个论点都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学这个 这两个论点就基本上够了 然后我们就这个学完了以后 就可以自己可以学其他的 这些大乘的佛法 也可以 也可以这个 你们也可以就看看 这个大藏经里面的一些经典 轮的话 就没有解说 没有解说 比较不好懂 但是金就不一样 金它虽然是非常这个升光 它的内容是升光 我们要这个要这个非常透彻的 理解一个佛经里面的一句话 两句话的这个意思 都有很大的难度 但是呢 我们没有那么深入的话 从表面上 或者是比较那个前的那个意义呢 大家一看就基本上都 基本上都能够了解 我们藏文上面都是这样子 因为藏文 它是在一千多年前 它那个佛经翻译 刚刚翻译以后呢 它修改了三次 因为随着这个时代 人的这个表达的方法 语言它都有一定的变化 它就是要跟随这个变化 这个文字也得要 也得要 也得要调整 就藏文就是调整过三次 所以我们从现在 就是到现在也就 这个大藏 无论是大藏经的那一步 看起来都是不吃力 但是我们那个 那个大藏经 汉文的大藏经里面的 很多都是顾问 看起来也许很多 也许很多地方 一般的人看起来 有点吃力 但是呢 很多地方 还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看看大乘佛法的这些 景点 看一看是很有必要 吻石 这是第四个因缘 第五个因缘就是修心 修心 修什么心呢 就是修以前我们讲的 这个慈心悲心 慈悲细舌 这个四无量性 就是修这些 关于菩提心的这些修法 就修这些修法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 这个菩提心就可以生起来 这五个因当中呢 就通过前面的四种因 生起的菩提心 比较不稳定的 就是最后的一个因 就是修心 最后我们刚才讲的 五种因当中 最后的一个因 通过这个因 产生的菩提心 是非常的稳定的 因为翻翻覆覆的 通过 翻翻覆覆的修心 修了四无量心 慈悲细舌 都是最后获得的这个菩提心 是非常稳定的 那我们要生起一个菩提心的话 就是需要这些条件 在这样的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 就是就生起这个愿菩提心 和心菩提心 不是很难 不是很难 就可以生起 那这样子的菩提心 生起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受戒 那个时候才可以受戒 还没有生起这些菩提心 之前我们受戒的话 这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实际的意义 指的是哪方面呢 不是说我们受戒的话 不是说没有善根 虽然没有真正的 没有真正不造作的菩提心 但是我们在这样 造作的情况下去受戒的话 肯定是有善根的 善根是肯定有的 但是呢 这个善根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我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实际的意义 实际的意义 我指的就是 真正的菩提心方面的意义 那这样子修行 这个还没有生起 这个菩提心的时候 去受戒的话 不会得到 真正的阶体 所以说 这个失去 失去这个 实际的意义 就是这个意思 那菩提心是 那菩提心 要依靠这样子的 五种 淫缘 然后呢 就收菩萨戒 那菩萨戒是什么样子呢 菩萨戒 所有的菩萨戒 我们可以归纳为 三种戒 在这个三种戒里面呢 包含了所有的 这个大乘佛法的修持 大乘佛法的所有修持都 包含了这三种这个 菩萨戒 那第一个菩萨戒 这个三种菩萨戒里面的 第一条 这个菩萨戒 不是第一条 第一种 第一种菩萨戒 这叫做这个 这个 禁止恶心 也可以说是禁恶心戒 恶心是什么呢 恶心 恶就是善恶的恶 行为的行 禁止 禁止就是要 我们要断除 禁止恶心 善恶的恶 行为的行 恶心 恶心是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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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背菩萨戒的这些行为 都叫做 恶的行为 善恶的恶 恶的行为 这叫做 这个 这个 那个 断除 这个 禁止恶心戒 那 禁止恶心戒 这里面呢 比如说 孝成的这个 这个 毕解脱戒 也就是 就包含在这个里面 孝成 他也有 毕解脱戒 大成 同样也有 毕解脱戒 都有 那 大成和孝成的 毕解脱戒 有什么样的差别 比如说 孝成的这个 毕解脱戒 居舍的无戒 杀刀阴亡旧 孝成的也就是 这五条 大成的也就是 这五条 这个方面 没有什么 差别 那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是 他们的发心不一样 大成 这个 孝成佛法的话 它是 就 仅仅是 以出离心的 基础上 受这个 杀到 阴亡旧 这五条戒 最后要 大到的目标 是什么呢 自己要 证得阿罗汉 的国位 就是为了 这个 受戒 就是为了 证得 阿罗汉 的国位 他 不杀 不刀 不亡 等等 孝成的话 是这样子 大成佛法 他同样也就是 不杀 不刀 这些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动机不一样 发心不一样 最后的目标 不一样 大成佛法呢 当然有处理心 处理心是 菩提心的基础 有处理心 在这个处理心的基础上面呢 有增加了一个 菩提心 大成佛法就是 在菩提心的基础上 不刀 不杀 不亡语 等等 最后要 大到的目标 是什么呢 目标就是 为了成佛 成佛的目标 是什么呢 为了利益终生 为了更好的 或者是为了 非常完整的 非常圆满的利益终生 要成佛 这个动机不一样 这是 这个大成佛法和 大成和孝成的 别界多结 就是这样子 在家的这个 截律上面呢 基本上这样子 那出家截律上面呢 比如说孝成佛法 孝成佛法 他这个出家 出家的截律 他犯了根本截的话 他是不能恢复的 至少这一生当中 他是不能恢复的 但是他也有一些 其他的条件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 你们也不守这个出家截 如果以后你们出家的话 到时候也可以来得及学 不用细节的讲 他如果具备有些条件 某种条件的情况下 他是不能恢复的 如果他这些条件当中呢 有些条件不具备的话 他还是可以 他还是可以恢复 但是他这个 尤其他 那个藩界的 所有的这些条件 他具备的话 他是不能恢复的 但是呢 大乘佛法就是不一样 大乘佛法 不但是在家人的截律 可以恢复 而且 出家人的截律 也就是这样子 出家人的截律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恢复 如果有真正的 不造作的菩提性的话 他是允许的 这是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的 这个 变解脱节方面的那些 那些差别 差别就是在这里 那 这个 异归呢 都是一样的 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他基本上都是 他刚刚受这个 受这个 那个 别解脱节 出家的解脱节 别解脱节 和那个 在家的别解脱节的时候呢 他里面都有这个 这个仪归里面 都有菩提心的 发菩提心的这个 车 发菩提心的仪归 但是呢 这是一个仪归而已 如果真正有没有 这个菩提心 还是要看 还是 还是个人的问题 如果 人 就是具备这个 菩提心的话 这藏传佛教的这个 受这个 在家界和出家界 都有这个 仪归里面 本身仪归里面 都有大乘的 发性的这个 仪归 所以它是 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 这个大乘的 这个 仪归 但是呢 它仪归是大乘的仪归 但是人还没有 到达这个成都 人没有发心的话 那人不发心 给你念一个 这个仪归 又没有用 还是没有用的 但是仪归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 这个禁止恶行的结 这里面呢 包括包含什么呢 包含这个 这个大乘佛法的 别解脱结 然后呢 还有这个 菩萨自己 不公通的结律 比如说 那个 从文殊菩萨 传到龙殊菩萨 然后从龙殊菩萨 再传到这个 吉田菩萨的 这个乳行论 等等 就这样子 传下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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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柜 这个菩萨结 当中呢 它有名义上 有十八条结 实际上就是 有十四条结律 这个十四条结 违背这十四条结的话 这就是 这个禁止恶行结 那这个 如果不违背 这十四条结的话 那就是 十四条结律 就是禁止恶行结 就十四条结的 这个相反的呢 就是恶行 恶行指的是这些 这是一个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 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生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悟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宇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果冻花课程 日期4月23日星期六 正式上课 欢迎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 345号 当日原定共修课程 暂停一次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温 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方 4月30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 八关在界 护生即慈悲失实 恭请战山法师主法 下午一点半 佛学讲座 讲题 顶带弥陀 随缘复感 恭请天宽法师主讲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下雪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法会 敬请佩戴口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阿慕窑究竟 监梁舒緥 reveru habdu 어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小在眼色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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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印象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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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眼所有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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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眼熟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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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音色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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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眼术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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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眼色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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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暉叶兽有师父 那么小暉叶兽有师父 那么小在眼色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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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眼所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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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银色有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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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眼朔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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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笑在音声哟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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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眼色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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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因所有时候 那么小在因所有时候 那么小在眼说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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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眼所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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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饮所有时候 那么小在饮所有时候 生命电视 慈悲爱终生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生命电视 慈悲爱继续 生命电视 慈悲爱继续 心觉经略结 和圣识别诸位比较大德 生命 大家聚会 请看几开天第76月 大悟书第六号 第七觉悟 五月获患 生命电视 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